明天的这个时间 明天是星期五 北美时间的 早上九点 德国时间的 下午三点 将在网上 由时光播的一个主持人 那么其中呢 有两位 年轻的 这个 国际 企业家 他们呢 也会主持这个节目 那我特别这里要 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是否会想到以上 这位明天节目的 美丽动人的女主持人 叫Taren Lee 曾经是多发性 厕所硬化症的患者 这个疾病呢 就叫MS MS呢 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CNS的神经性退性性疾病 这种疾病呢 是被公认为不知之圣的 我呢 这个也非常 有幸 青年目睹了 这个 Miracle 简直不可相信的神话一样 我去 今年五月份 五月十六号 我去了 盐湖城 那时候是 进入到美国市场 一周年的 anniversary的 大会 我想呢 正好通过这个 因为我一直 没有理解 这到底是 什么样一种科技 所以呢 听说这个呢 已经有一年时间 开始的时候是 去年的五月份 OK 我的好朋友 这个现在是 希里事业的 华人第一 OK 他告诉我 一年之前就告诉我 我没有动 没有动静 就像在座的 很多朋友们一样 我跟他们讲 没有动静 我也一样 而且时间很长 一年下来 我看到了 另外一个 神奇的故事发生 那就是 我的一位朋友 他的 儿子 患的是 精神分裂症 那 十年之前呢 就是因为高考 靠去了 他在海外 靠去了这个 海外的一所名校 但是由于没有 受不住这些 学习的压力 结果精神崩溃了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十年来 他没有 正常的 就是像普通人生活过 尽管他生下来是很正常 很健康 很聪明的 很硬俊的孩子 那 过去的十年里 他每一次 每一个月 基本上都要上 医院 一次 那 没有上过 长时期的班 最长的 只是一个月 三十四岁的人 也从来没有 离开过家 一直在 爸爸妈妈的 屋檐下 因为他 不能生活自立 但是也是 用了这个 小医期以后 到今年的 十月二十八号 已经是一周年 没有经过一次医院 原来从来没有 连续过 一个月 之久的 上班 现在 已经是十多个月 而且 来回 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 真正十多个月 非常的 顺利 不仅如此 今年的七月份 他已经 搬出家 离开了父母 自己单独的生活 就是这么样一个奇迹 我说我一定要 去看一看 在美国一周年的 大会上 我可以听到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分享 要不然的话 我一年下来 我什么都没做 所以我就感恩 这位朋友 有这么 爱心 每天 上班 回来 四个小时 帮孩子操作 做远程的 用时光波 这个仪器来聊天 那就这样呢 我在 阳湖城呢 也见到了 这位 Tedrin Lee 他 是两年多之前 被诊断为 MS 那么这个 MS呢 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 一个退行性疾病 一种被认为是不可 不治之症的 我正好也在酒店里边 碰到了一个 帮我修空调的 一个工作人员 他说他的太太 就是因为这个疾病 两年之前就过去了 哎呀 我想我应该是 早就知道这样的一个 这个科技啊 说不定他的太太还 在世界上 好了 就是带着这种 好奇 惊讶 这种感觉 我来到了 阳湖城 嗯 嗯 再许许多多的 惊人的案例 OK 我非常的感动 我呢 正好呢 碰巧 遇到了这位 小年轻 嗯 这位小年轻呢 我要 这个 呃 等一下啊 我先先把这个 这个 分享一下 那么他 OK 我应该想先讲这个小年轻 OK 这个小年轻呢 我现在要回到我这个 呃 这个地方 OK 我应该要回到我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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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边也插一下去啊 因为很很重要的事情 啊 这是我这边在微信上面写的 这位 女士而 感动的啊 为为这位女士而感动的年轻人呢 是我这样认识她 你看 这天呢 他正好是到我们酒店里面啊 到那个酒店 来 那个 他就是这样 走进了这个游泳池 我呢 就在游泳池里面游泳 后来我看到他这样的话呢 你看我这边还跳水呢 在游泳池里边游 看到他以后呢 这是在我的那个 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是 为什么 来干什么的 他就告诉我呢 我看这句子写的啊 你看 5月15号 我在沿湖城的五星级 Grand America酒店 游泳池里边游泳 突然看见这一个 年轻的小男孩走进了游泳池 我就问他 是干这里 是到这里打工了吗 他说他从来没有进过五星级的酒店 所以他用美国政府 颁发的疫情的支柱中的 1200美金 花出400美金 来住这一个晚上的五星级酒店 他想看看这个五星级酒店 是长了什么样的 结果我就问他 你是干什么的 他说他是在餐馆当清洁工的 插桌子的 哇 我当时多可惜啊 那每个星期呢 只做一天 因为他有忧郁和焦虑症 不能正常的工作 那我就问他 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他说他喜欢弹钢琴 就这样 我把他带到了楼下 饭庆里边的钢琴地 钢琴 有钢琴的地方 出于我的预料 他弹钢琴 非常的这个美 OK 而且不用扑子 全部是从心里面发出的 后来我就跟他说 他最喜欢的就是说 别人说他 弹一段话 弹一段情 他呢是这样 最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让别人 说一段他的人生的故事 然后他为 这个段故事 马上就是 做取 从心里面做取 然后就马上即兴可以弹出来 哇 这非常神奇 一种 那个 就是什么 能力 所以呢 后来我就觉得 这是上帝赠送我的一个礼物 具有这么珍贵技能的年轻人 却只能在餐馆 打餐馆清洁工 所以我就想 如果我和他一样 一起能够为很多的人服务的话 为他们的故事而演奏 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事情 所以第二天呢 我就让他听了这位曾经 德国重振机无力的 就是MS的人 故事以后 他为这位女士的经历而感动 以上是他听完这位女士 患这个不止之症后 适用了衣礼 恢复了健康 创造奇迹的故事后 特地为他弹了一首感人动人的 自编自演的 而且当时弹 当时作曲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动 心想 感恩这个是我成为伯乐的缘分 机会 好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钢琴 它是怎么弹的 好 对 所以 2019 我给你个人的故事 我一直在做 健康的 中文和社会 和社会 非常感动 在2019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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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人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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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介绍他的情况 那他就说呢 那天一天医生被看出来 检查出来是这个MS的疾病 那他们没办法 OK 当时就很多的药物 那药物呢 他又过敏 他也不能不用 就后来呢 就朋友呢 介绍到他这个 Hili就是一个小小的神奇的仪器 他就开始呢使用了 结果一年多下来呢 哎呀 真的没想到 他恢复了健康 我就问他了 结果后来他就 我就问他 出于感动 就把这个事情分享给所有的 那个42个国家 对 我就问他 他现在的伙伴已经有四十二个国家 四十二个国家 三万多个伙伴 然后就跟他说 你应该要邀请这年年男人 来演唱 这一首 对 好 他就没想到 这位 那个年轻男孩 刚刚听到他的故事以后 就可以演奏出 一首那么漂亮的曲子 这是在延护城 我住的酒店 五星级酒店 OK 那么这台钢琴呢 是这一家酒店的主人 我这边 然后这台钢琴是这家老板主人 只一百年前购买 花了几万美金 他说开始的时候 就是很悲哀的 不知道被整单位讲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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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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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有智慧 非常聪明 好 这个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聆听 但愿大家都明天去听他的分享 有关个人成长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